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创的《求之尊》 我是维国庆 这个台股在上个礼拜五跟这个礼拜一 这个大跌之后 那昨天跟今天两天的时间 指数开始做两天的这个下幅震荡 那虽然说这两天这个指数没有 暂时没有破新低了 但是但是我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这个下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不要因为这两天暂时没有出现重挫 又开始现在那边偏多了 所以重点是 今天是6月份其实结算了 明天开始7月份了 那不管是今天也好 6月份也好 或是过去长久以来 你期货做的怎么样 那每一天每一天你在做当冲的时候 你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期货 那我一再讲 我说这个做期货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自己有方法做得好的话 那各位我恭喜你 那你在期货市场的话 你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那但是问题是 大多数的投资人可能包含你在内 那操作期货会觉得很辛苦 这个做多也不知道到底每天盘中 哪里该做多哪里该做空 到底每一天的这个盘中 哪里是高点哪里是低点 对不对各位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你心里面梦寐以求 就是希望知道说 哎呀如果每一天开盘前 你都知道当天到底高地点 在什么地方的话 哇这样做期货好轻松 对不对 好那各位那其实这个 你心里面的这种期望跟想法 那我一再讲 那为国庆我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你 那如果说要是我没有方法帮助你的话 那各位那我的节目你不要看 那你也不用过来跟着我做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为国庆我就是有方法 我就每一天我就可以预告你当天的高低点 同时透过我的SOP 把那个你的当冲 给大幅度提高你的胜率 如果这两点我做得到 那各位那期货真正节目你就要每天看 尤其重点是你早点过来跟上为国庆 加入我的行列 那做期货让你做的轻轻松松 好那各位一样 今天节目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我们从大盘讲起 今天六月份其实结算之后 那明天开始该这个盘该怎么做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其实今天这个盘 不是很好做对不对 今天是月结算 那倒不来我们先看这个图 那个月结算 今天第一个 今天的震荡幅度也不算小了 但是第二个更重要就是 今天这个走势是蛮奇怪的对不对 你说昨天晚上美股四大指数 有涨有跌 好所以今天开不跟你往下开 可是开下去以后 为什么在16010这个地方呢 不跌了 我觉得各位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今天 看到这个开盘往下跌 跌到这个地方来 恐怕你心里面的一个反应就是 希望这个盘赶快继续跌下去 对不对 或者就是你开盘去做了空以后 来到这个地方 恐怕你手上还抱着空单 想说等它再继续跌下去 可是为什么今天要跌到这个 跌到16010这个地方 就不再跌下去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之后呢不但往上涨 而且涨得幅度 这波的幅度其实不算小 这波幅度一上去 已经快要100点了 已经快要100点了 那这一段你有没有抓住 但是各位更全的就是 穿上去之后啊 来到16090这个附近 又开始给你往回拉 而且这一拉回 可不是拉回个什么10分钟20分钟 是一路又给你 又给你回去 又给你杀了100点下去 而且这个地方还破了前低 可是呢当你心态又开始看空的时候 又给你拉了一个尾盘 所以各位今天这个盘呢 我现在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讲 你会觉得今天这盘 哇真的是对不对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好各位如果说今天这个盘做当中啊 你第一个你方向又搞不清楚 第二个今天高低点你也抓不住 第三个今天哪里该做多 哪里该做空 后面该涨该低 你也搞不清楚的话 那各位来 那我说真的呢 今天节目啊 我真的给你 我诚心的建议你 你仔细的看 好我们先从大盘讲起 来各位 刚刚讲过了 其实啊这个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虽然这两天这个指数没有在马上出现重挫 是因为这个上个礼拜五跟这个礼拜一啊 因为连续两天已经这个跌的幅度相当的大嘛 那甚至到这个昨天的前半场 三天加起来呢 跌了已经超过600点以上 那因为第一个 因为短线急跌的幅度这么大 所以很多这个短线的技术指标呢 到了昨天开盘以后呢 都进入一个相当低档的区域嘛 那代表那也就是说既然短线跌这么多的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一定酝酿一个短线的反弹 所以昨天这个中场以后啊 就开始给你往上拉对不对 那好吧昨天也吧 那今天也整天开盘以后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 做来会这样做震荡 可是各位我特别提醒你喔 其实昨天在起火之尊上 我就跟你讲了一个重点 那个我说这个地方 第一个 这两天的盘 虽然说没有马上跌 但是呢这两天也不过只是跌升反弹 只是跌升反弹 各位下跌趋势 下跌趋势并没有改变喔 下跌趋势没有改变喔 而且重点是 昨天反弹这个红棒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了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要是从均线的角度来讲 因为毕竟均线才是一个讲趋势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那我特别跟你讲喔 我说这个五日均线最快会在明天 就是指今天啦 我说五日均线最快就是明天 会跌破这个月线 你看果然今天有没有 今天的五日均线 已经是很明显的跌破了月线 那昨天我给你讲 我说那至于说十字线的话呢 因为因为十字线 目前在扣解这个高档区嘛 所以我说也是未来 这个一两天之内的话呢 那个十字线也会 一个很快的角度呢 往下跌破月线 那这个今天其实十字线 已经相当接近月线了 所以也是快至明天 慢至后天 十字线也会跌破月线 那各位你想想看喔 如果这个今天五日线 已经跌破月线 那过一两天 这个十字线也在跌破月线的话 那到这个地方呢 又会形成一个什么东西 所有的均线 又开始空头排列 对不对 五日均线在最下面 再来十字线 再来月线 那而且月线也几几乎 也快要开始弯头往下咯 那再加上季线呢 哇这些全部 目前所有的这个 更大的均线呢 都在目前都在弯头往下走 所以又形成了一个新的 就是完全有没有 像之前这种 所有的均线 都在空头排列 这样子的走势喔 那各位 我希望 我也在讲 做期货这件事情 虽然说很多的人 是在做当冲 但是我也在讲 在股市有一件事情 恐怕这个道理你懂 就是说 真正看得懂大趋势 大方向的人 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对不对 各位 就算你只做当冲 你也不是说 只是看这个一两天的涨跌 因为毕竟 就算做当冲 其实当冲也是有趋势跟方向 如果当一个行情 是在跌的时候 譬如对 像礼拜一 像上个礼拜五 剩上个礼拜四 你看这种盘 基本上你往空的方向做 你的胜算才会大 懂这个道理吗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五日线 目前来讲大概 十字线很快 尤其一个线的空头排列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基本上这个盘 趋势还是往下 并没有改变 好吧 这是一个第一个重点 在这里 好 第二个重点是各位 另外就是说 这个 好 所以我想这个方向 应该OK了吧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我们回到讲 今天当冲好了 我跟你讲 其实今天这个当冲 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今天当冲是很难很难操作 因为今天的高低点 跟方向 你非常难拿捏 对不对 那各位重点是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今天呢 第一段往下杀 为什么来到10610这个附近 反正就是个短线的低点 为什么不继续往下杀呢 为什么不继续往下杀 各位来自于一个重点 看到没有 重点就是第一个 我讲过了 各位我说过了 维国庆有两件事情 可以帮助你把期货 做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跟简单 各位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每一天在期货开盘前 在八点半的时候 维国庆我就会开始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把当天 当天的盘前 就是来预告会员当天 当冲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各位 我在讲各位 这个东西啊 对于做期货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我想这个道理你懂啊 各位 如果说每一天在期货开盘前 你都知你已经知道 今天的区间的高低在什么地方的话 那各位那这样做期货 你不赚大钱 那谁赚大钱 那为什么我的会员不赚大钱 那谁赚大钱 对不对 好终于来了 那为什么今天第一次的低点 来到1601这地方 为什么不跌下去 来自于今天的排行图 你看我跟会员讲了什么东西 今天排行图八点半 我就跟会员讲了 今天晚上去 第一个支撑在什么地方 在16020这个附近 020 那各位020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支撑 那既然这就在020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一开盘往下杀以后 为什么杀到16010这个附近 就没有继续往下杀 各位因为在这个地方 已经碰到今天的第一个支撑 那所以后面给你往上拉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开盘你有去放空的话 说真的啦 大概在16020这个附近或是以下 你去补个空单的话 哇那你第一波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漂亮了 对不对 不懂这个道理吗 这第一个重点 那所以各位你看 我就说如果今天 你已经是我的会员 今天在8点半的时候 你已经拿到 今天这盘前土豆花 那我请问你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好 后来这盘呢 就给你拉上去了 为什么往上拉 那肯定是今天 到底在干嘛 今天大户啊 果然就是从那地方开始 大户哦 其实今天开盘大户在做小空 但是后来大户呢 开始由空开始翻多 来我们看看 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今天开盘大户一开始 是在做小空 所以第一段 确实也是往下杀 箭头有翻空 大户也在做空 所以我们先做了一趟空 那个东西 我细节 我待会再讲 但重点是 看到没有 后来就在16019翻多之后 后来其实后面的 大户基本上 是往多的方向操作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盘呢 后来给你这个地方 给你拉上去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没有 为什么这段拉上去 大户在这边开始去做多了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可是重点是啊 第二波拉上去以后 最高点来到什么地方 来到16090这个附近 对不对 16090 好各位 那重点又来了 那为什么今天的高点 会在16090附近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的盘前图 你跟会员讲过了 来 我不想看你看到 你注意看了没有 看到没有 今天盘前图 就跟会员讲了吗 上档第一个压力 就在070到080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大概最高点 会在080那个附近 今天最高点 其实来到16096 但是各位 怎么做呢 把这个 这个领头稍微去一去的话 其实基本就是来到 差不多16080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见到 这一波的高点区了 是你看 16020也好 16080也好 是不是都已经开始 都把今天的 每一个段落的 这个高低点 已经在盘前图里面 都已经有没有 跟会员讲得很清楚了 这是个重点 好 之后这个盘 果然又从16 重新又跌破了16080 这个地方 又开始又给你跌下去 所以你看 今天所有的这些重点 对不对 都是 你看 然后 今天最近跑到什么 在15989这个地方 就在159 990这个附近 给大家你看 那我今天跟会员讲 什么东西 往下进行一个 最大的支撑 就在980到970这个地方 就在980到970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989 今天每一个关键的高低点 每一个关键的高低点 通通都在今天这个盘前图里面 看到没有 所有的高点 所有的低点 都在这个地方 16020没有 今天你看 今天三个 今天三个转折 三个转折的位置 通通都在盘前图里面 有没有 跟会员讲的清清楚楚 080 020 980 各位 所以这些东西 我就讲 如果今天你已经是我的会员 当你已经拿到盘前图之后 你一看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今天的区间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做变动而已 那各位 所以我说 我说这个如果做期货 每一天 如果说你 每一天你很想知道 说到底当天的高低点的话 那我就说 那我一个轻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实力 能够提供你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数据 让你把期货 做的轻轻松松 每天都证明给你看了 那重点是我在讲 可是各位 这个盘前图 说真的 每一天每一天的八点半 我送到会员的手上 那我请问你 那你所以你需不需要 赶快跟上维国欠的行列 如果你已经有 加入我的行列的话 那会每一天八点半 当你看到这种数据的时候 那你在起货的操作上 每一个 每一个这种大大小的转折点 来到的时候的话 你心里面会有什么 想法跟动作 懂得意思吗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所以我说这个维国欠 我到底第一个 我说各位 其实有两样东西 就是这个期货投资人 你每天做期货 你最希望知道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 每天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那我的盘前途 能不能帮助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除了高低点之外 对不对 就是盘中 我什么地方 我该做多 什么地方 我该做空 然后把每一天 盘中那些最好的 那些 那个 涨跌 能够牢牢的抓 对不对 那各位 好了 我们直接回去讲 今天当冲吧 各位今天一开盘 其实16047就犯空 大会有在做空 所以今天第一段 是标标准准的 就是箭头空 大会空是两者同向 所以今天一开盘 我们也去赶快一开盘 就先坐了一趟空下去 就是这一趟空下去 但是重点的后来 就是下去以后 就因为就来到了 来到了有没有 16020之下 来到16020之下 所以开始去补那个空单 补完之后 各位看 后来在16019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多了 16019这个数字 你现在很有感觉了 16019 潘允图写在什么位置 16020 潘允图写的就是16020了 所以你想想看 当指数在前面 跌到16010这个附近 开始往上拉的时候 拉过这个地方 一拉过来到16020之上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指数是先跌破了16020 但是后面又给你往上 拉过16020 那代表说后面 这个盘会怎么走 对不对 重新站上了这个支撑的话 那填这个盘一定要 给你往上拉咯 那我请问你 所以你看 后来箭头在19翻多 那盘预告的是 2020已经是今天的第一个支撑 所以对不对 那二话不说 你会怎么做 哦赶快进去 再做一趟多单吧 各位 其实当时 在这个箭头翻多的时候 当时大户并没有完全的翻多 但是重点是 我在节目上 我也在跟你讲过 今天我有请 我怎么叫会员操作 反正我讲 第一个 对不对 只要盘前图 有告诉你 那几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什么地方的话 而箭头的位置 箭头的位置 跟那个盘前图 预告的数字 又是贴近在同一个位置的话 二话不说 赶快先做就对了 除非后面的盘 是跌下去的 如果说后面大户 还在做空 而且那个做空的力道 还在增加的话 那各位 不好意思 那这笔多单下去的话 那我就认赔了 各位 这样做期货 是不是才是真正 真正正规军的做法 对不对 各位 其实我说真的 其实每一天 你看很多这个所谓的期货节目 我想每个人来 这些 投过老师来到节目上 每天都在那边喊 哇这边转那边转 好像每个地方都在转一样 各位 我说真的吗 真的是那个样子吗 各位 微博卿我在讲 今天 微博卿我在跟你 跟你分析期货的操作 各位 我不是来跟你炫耀说我今天赚多少点 我这个 各位 这个点数其实不是重点 因为这个点数只是一个结果 只是一个结果 什么叫结果 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你透过什么的方法 来赚到这种钱 对不对 如果是每天只来喊说 我赚了多少钱 那各位 我说那我的节目你不要看 但是今天 我一直在跟你所讲的是 今天 微博卿的会员 我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来掌握每一天 这些点数 16019番多 8点半就跟会员讲了 第一个支撑就在16020 所以当指数 重新站回到16020的时候 那这个 势必这个盘 就在开始往上走了 那果然后面 翻多以后 后面果然 这些控盘者 也开始往多的方向操作 所以你最时当建筑 如果你当时19 你还不敢做的话 后面大货一翻多 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里 那你起码在这个地方 你也冲进去做 后面跟你就拉一大段上去 各位 懂我意思吗 我说起货是这样在做的 所以我也在跟你讲 什么叫做真的叫做起货 这种真正 最专业 最正规的这种操作 是这样子来的 各位懂这个道理 好吧 那上去以后 上去以后 其实到了这个080以上 我都跟会员讲了 到了080以上 这个多单了 开始跑吧 我们不用上去 先不等 080以上 开始分批获利吧 分批获利 各位其实虽然说 最高有来到096这个地方 但是我说真的 就是你有多单 你可能卖在 你会平常在160 096吗 绝对不可能 对不对 你能够平在16080 各位你已经算是 今天起货市场上 高手中的高手级了吧 各位我想这个道理 我想这样讲 我想你听得懂 对不对 今天你能够把这个多单 跑在16080以上 各位你已经算是 起货市场上 超厉害的人物了 那这个东西还不是一样 那到16080这个地方 那就是我跟你所谈的 有没有 算了第一个压力 就是70以上 大概到80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多单跑 有没有够轻松 好吧 之后呢 果然箭头在16079开始翻空 16079 那既然朋友跟会员讲 那上面第一个压力 就在70到80 所以箭头在79翻空 那你会做什么动作 对啊 二二不说 空啊 对啊 把它空下去 又来了 各位你知道 其实以今天来讲 因为今天是月结算 各位通常在月结算的当天 从我的经验来讲 其实这个大户指标 它变得不是很稳定 这个反而是容易出现了 多多空空 多多空空这种走势 所以我讲 其实你知道 其实现在市面上 几乎每一个软体 也都有所谓的大户指标 各位关于这个大户指标 我在节目上 我之前跟各位提过很多次 各位因为这个指标 我是在十多年前 也是领先全市场上 率先开发出了这个指标 那之后呢 很多其他的软体 也开始在模仿 微博庆了 也开始搞这什么大户指标 但是我再讲个观念 我说各位 这个全世界指标百百种 对不对 甚至什么KDRSI也都是指标 哇这什么MACD 什么都是指标 但是我的意思说 各位全世界指标百百种 但是没有一个指标 会百分之一百对 再好的指标 它一定也有错的时候 对不对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微博庆今天 我的SOP 我不是只拿一个指标 来给会员做操作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大户指标本身 它的胜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 或者是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干脆我把这个大户指标 就拿来直接操作 也就是说 只要大户 只要大户做空 我就空 大户做多 我就多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呢 那这个指标本身 就拿来操作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指标本身 是不能拿来操作的 就是因为你看 其实以今天来讲 当这个箭头在16079翻空 我的朋友也是跟会员讲 有没有 今天高点就会在7点到8点 就会见到今天的第一个压力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要是说 你看到大户在做多 而你没有去做空的话 各位一刹一百点 那或者说 要说你看到大户在做多 你就抱到多端不跑的话 那你不是抱上去又抱下去吗 所以我说 所以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不会把 只拿一个单一指标 当成是会员操作的依据 为什么我会把两个指标 绑在一起 再加上一个盘前图 当能够把这三样事情 就说你看这个铁三角 有没有盘前图 箭头指标 大户指标 把这三个指标 能够做成一个 像铁三角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的话 那各位 那其我的操作 整个的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这就是我所谈的 做期货 其实每天做当中 你希望的是两件事情 开盘前 你希望知道 大概今天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底盘中我在什么地方 我该做多 或是我该做空 而且盘中的操作 不要什么每天 冲个什么五次十次 一天一趟两趟 顶多就够了 是不是 说我讲吗 如果为国庆 我有这样子的方法帮助你 每天的高低点 我预告给你 盘中该怎么操作 通过微微信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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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操办系统 盘中 轻轻松松 简简单的 让你去抓住 每一个这个转折点的位置 这两件事情 我做得到 那我希望你 对不对 期货至尊 你每天看 甚至早早过来 跟上微微信的行列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两件事情 我做不到的话 我说那节目 我的节目你不要看 那你更不用过来 跟着我做 但是我说过来 我说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真正的实力 真正的实力 不是在节目上 给你玩表演 在节目上 给你耍花招 而是真正的实实在在 真正的实实在在 每一天每一天 每一天 就是这样带着会员 这样 这样按部就班的 一比一比 这样再做操作 好吧 如果说你 如果你心目中 这两件 梦寐以求的事情 希望知道每天的高低点 希望知道该怎么操作 要是 你自己要是 要是没有这样子方法的话 我说过 为过去 我就是能够 帮助你这两点 你就过来找他跟上来 好吧 林奇有翻空 今天压力 你讲过了 70到80 所以基本上 再把空一趟下去 你看 今天这三趟 我今天这三趟 对不对 随便怎么样做 你都把今天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 这些该掌握的点位 你全部抓住 之后呢 就后面这段没有操作了 因为前面三段 已经够多的了 这后来我就不管 而且因为 一点半就要结算 所以你看今天 有没有 各位其实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 过去也好 重点是 外的长长久久 每一天每一天 期货到底该如何的操作 所有的 所有这几个关键的东西 都在我的SOP里面 所以说各位 回到大图来 所以维国线对不对 运用维国线的盘前图 跟SOP 能够大幅度提高你的胜率 各位 如果说我这样子的操作 你也认同的话 我欢迎你随时过来 跟上维国线 你越早跟上我 越早熟悉 越早熟悉SOP的 这种操作模式的话 我相信期货 你会做得越轻松 会做得越好 好吧 各位你自己 你自己好好的想想看 你评估评估 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做 确实能够帮助到你的话 就过来找找跟上我 好吧 好 祝大抽的顺利 明天到时 谢谢各位